来完全平方数 也就是在这个单元一开始教的时候 我们在讲的 比如说根号25 25能不能跳出来 可以啊 因为5的平方嘛 所以跳出来叫做5 对不对 所以根号什么36 它也跳得出来 根号3649 这个跳出来叫做7 对吧 就这样子的提醒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它说k等于根号x 那如果x为两位的自然数 好 x是个二位的自然数 自然数你还陌生的话 记得自然数代表就叫做正整数 自然数就代表正整数 好 那请问你 求这样子的正整数k有几个 也就是x在里面 它是跳得出来的 那两位的自然数有10到99 9的自然数 所以从10到99的完全平方数有多少 好 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名词还有没有陌生哦 其实二年级的不能陌生了啦 完全平方数 11得1 22得4 33得9 4416 25 6636 7749 这些都叫完全平方数 所以10到99的完全平方数 4416 55 66 77 88 99 100 报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好 所以 当x等于123456 这6个人的时候 k就会是正整数了 所以k有几个答案呢 6个 好 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讲到你觉得很乱哦 我再讲一下 如果x放的数字呢 是这些人 k就会是正数了 好 第二小题 根号87 88 89 一直到194当中 包含了几个正数 也就是这里面有人是跳得出来的 从87到94哦 87到194 所以这个范围的完全平方数有哪些 9981 100 对不对 所以今天有100 100的平方 呃 11的平方 我在说什么 11的平方 121 12的平方 144 13的平方 169 14的平方 196 报 所以就这些 感觉范围很大哦 结果才几个而已 4个整数 好 我们最后一题 他说什么 他说设y为正整数 然后呢 根号150-y的值也为什么数 整数 哇哦 这一题 有点需要你细心哦 好 位置不够哦 所以我后面讲 来 再变 我说 这个 的值 也为整数 你知道吗 整数是可以为0的哦 OK 有包含0哦 那 请问你 这样子的y有几个数 好 也就是 150 减掉y之后 一定为 完全平方数 根号150-y之后呢 一定为 完全平方数 好 那 我们就这样想啊 完全平方数有谁呢 第一个 是不是 1 1的1 但 我想要再多一个 其实是0 因为0也是 根号0是不是也是0 也是个整数嘛 所以0 1 1得1 2 2得4 3 3得9 4 4 16 5 5 25 一直到12的平方是144 换句话说 只要150-y等于这些人 答案出来就是整数了 好 那这样的y有几个答案呢 150-y可以变成 这些 1 2 3 4 5 你知道这是12的平方吗 这是1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1到12有12个数 再加上一个0 所以 y有 13个答案 好 我再 最后解释一遍 150-y 一定要为完全平方数 跳出来才会是整数 再来 从1 从0到150的完全平方数 有几个呢 有这些 0 1 4 9 16 一直到144 有这13个人 OK 所以 y只要等于多少 就可以了 比如说老师 y等于150 如果要等于1 y等于149 如果要等于4 y等于146 OK 可是 不重要啊 因为我们没有要求y多少啊 所以我们只是要算出 这样的y有几个答案 13个 OK OK